浙江一名女子租住一間劏房 最近懷疑有人私自進入她的房間 於是在家裡安裝閉路電視 發現60歲的房東趁她上班時潛入她的房間 再拿起她的穗褲磨擦下體 其後再將短褲扔上床 女事主其後報警 房東直接承認事件 但檢控方只將房東行政拘留6天 罰款200元人民幣 房東出獄後回應記者的來電 表示不會主動向女事主作出賠償